记者苏芳和台北报道,民进党中常会今天邀请文化部次长阳子宝报告社区总体营造轻盈核创计划,据转述,兼任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认为报告太学术,且缺乏可行性评估,应该要先在几个地方做出规模,有点类似样品屋的概念,让大家看得懂,而不是先来中常会报告。 民进党发言人郑朝方转述,蔡英文表示,新政部门更应该积极检讨法规不合时一个地方,让青年的创意不受到阻碍。 据转述,蔡英文说,文化很多观念比较不容易懂,如果想要把这些文化变成产业化,创业机会可行性评估很重要,从这个计划可以感受文化部很用心,但是计划恐怕还不太完全。 蔡英文也认为,文化部应该去找掌照单位谈议谈,而不是来中常会报告并且做可行性评估,例如老旧房子是否适合老人家居住等等。 蔡英文也坦言,中常会是比较政治性的场合,所以文化部的规划虽然不错,在文化层次鼓励素养的年轻人,但这个选项是否经过政府努力后可以实现可行性评估就很重要。 民进党发言人郑朝方转述,蔡英文指出,民进党文化政策的核心价值就是要以人为本,翻转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方式,政府的责任是要打造一个平台,让资源能够全民共享,让任何有想法的人能够尽情挥洒。 郑朝方 转述 蔡英文表示,社区总体营造在台湾历经30多年,这次文化部提出的社区总体营造轻盈合创计划以清楚的政策论述,透过全国文化会议凝聚共识,建制完整的预算,审查,辅导的机制,使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更符合台湾目前的社新发展, 也让青年世代与社区有完整的合作机会。 郑朝方 转述 蔡英文说,青银合创计划的重要理念是要透过政府持续性的支援,让青年能够回到故乡,回到社区,使台湾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持续深化,并转化成活络在地经济的力量。 因此,新政部门更应该积极检讨法规不合适的地方,让青年的创意不受到阻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